爸呀 我有说事啊 我听说你真重量无本案 你可爱唱着不跟的女婿 要不然我不会对你真好 知道吧 哈哈哈哈 帅 我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胖君 我是娇娇 今天是父亲节 祝全天下所有的父亲 节日快乐 咱们啊 准备去给我岳父买一套衣服 用谁的签啊 你的签 用我的签啊 走吧 我吃个鸭袜奎吧 啥鸭袜奎 走 进超市买衣服 走 今天带着小好好来超市 我们镇虽然不大 但是这边的超市可不小 一楼是食品区 二楼是服装区 原价79元 现价49元 脚 脚啊 给咱爹都买个49量 咱这样的消费就着眼啊 对 我们这边 衣服性价比特别高 这个 看着质量挺好的 几个家啊 这五个家是最大的 咱爸穿五个家的 你多少斤 我一百七十多斤 我是穿两个家的 一百七十九点九 对 一百八了 这五个家是最大了吧 十万万的 你这边回家一套 我叫 我叫 他做好给这儿拿一套 拿着一套是吧 一套 蓝色上衣 黑色短裤 你给咱把四十八 我是啊 那穿上总老年人呢 七十四 我去试一下 哎呀 这本来三十岁小伙 七件不如老年时候 这搞成五十岁大叔了 咱俩可可不好 这套给你买吧 十何年 我不穿 就穿了先老 我到他来 可以可以可以 就要这套吧 可以 消不消 今天给我岳父买两套 一件蓝色的 一件 灰色的 物美价廉 穿上又两块 几十块钱一件 就先拿五个家的吧 行吗 看上面写的啥 父爱 如海 乌鸦 你敢能喝脑人脑嘞 今天他有点不开心啊 衣服买好了 两套花了一百五十八 虽然 不是很贵 但也是我的一片心意 希望我岳父啊 也能开心 爸 给你买了两套以上 一套 毁类 一套 烂类 你试一下吧 就是父亲节的 出去切就快了 身体健康 东西法载 爸 不是 我挺起来 中了五百万彩票 成年家的 找这个口头 我岳父他人特别好 对三个孩子也很好 每次出去都买很多东西 总之很舍得给孩子花钱 我也给他买几套衣服穿 你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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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会儿从大叔都变成晾宅了 爸 你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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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恋啊 好 你再试哪一套 你要老婆俩买一套 对 再试另一套 姐 谢谢 你吃多了吗 姐 今天父亲节的 光给咱爹买 无啥不过买一套 我也是 我也是父亲的 咱们还不会买呢 不买姐 哎呀 哭鼻啊 刚才是给娇娇开个玩笑 我今年32岁 女儿已经12岁了 应该到我40多岁的时候 就会有人给我买衣服穿了 咱们不着急 这套好看还是哪一套好看 哪一套好看 这套比哪一套好看 任脏的算 穿上都好看 肿 就是烧齿袋 我给你买了一套 你穿哪一套 好多的 我看这套 我哪一套年轻 都好看 这套舒服 都留住吧 我看 爸 这套比哪一套 所以先搂了一边 爸 给你买两套衣裳 有啥感想吗 有啥想说的吗 就买了两套衣裳 有啥感想啊 我不管 中到500万 我非得要 我选你好不好 这我真听说的 可不能唱了 我放这套 你放这也没用 我放这套 对我好点多套 好好你放这套 你不要叫网友装 网友装也不爱死 都是假人 真的米妈 你说两位 教我说四位 尊老爱幼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对老人 对小孩们 都要好一点 对吧 佼佼 对呢 好了 再次祝全天下 所有的父母 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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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下期再见 家人们 拜拜